为在三支区公所的前方 有一棵年纪超过100岁的樱花树 在多年前经由民众捐赠给公所 但是在移植到眼前这个位置之后 每年的花矿却不如预期 甚至在前几年到了樱花季节 几乎是不会开花 不过今年从3月初开始 这一棵高将近四层楼的百年樱花树 却是开满了火红色的花朵 让附近不少民众都觉得相当难得 只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棵树开花 而这次开也让他们回想起 当初移植到这里的景象 以前没什么开花 花的数量很少 今年开的算最漂亮 之前可能树有点生病 然后就是有请人稍微 就是看一下照顾一下是是非 所以今年算开的最漂亮 今年我们就突然看到一些奇怪 为什么它的花苞变得比较饱满 也开始在开花 那我们想说那今年应该会开得不错 也整个都变好起来 现在应该有八九成的吧 还继续在开 它是我们三枝三樱花里面 应该算是开得最晚的一棵 其他的三樱花应该也都比较后面的 都开完了 三支驱公所在103年2月初找来了专家 学者来替这一棵樱花王诊断病因 而驱公所表示在这一棵樱花树底下 因为土壤太厚加上排水不良 让根部无法扩张 因此再经过一年的维护工程 将周边土地重新整理 并且施作防虫措施 加上施肥才得以让樱花树开花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请苏医生 还有景观处的一些专家来看 那我们诊断说可能里面 里面可能太潮排水不良 所以我们就把里面的排水做一个改善 那也除了做排水的改善之外 我们也做一个除虫 还有施肥 驱公所表示这一棵百年樱花树 算是三支的樱花王 也是三支最晚开的山樱花品种 只要是这一棵三樱花开花 也就代表着整个三支的山樱花都已经开完了 而目前这一棵未在闹区的百年樱花 也已经开了八成以上 也算是近十年来开的最多的一次 更让这一棵樱花王重现当年盛开的美景 记者料品还许端艺 三支采访报道